中原河南 每到六月卖黄 大规模的收割就将开始 崔忠武带着儿子在自家地里忙碌 真正的功夫高手 拐杖可以袭人 连刀也能成兵 崔忠武的父亲崔希奇 是善用双联的 老拳师 老人家九十三岁高龄 习武七十余载 在登峰 所有关于草莲的传说 几乎都与崔希奇有关 草莲是少林功夫中的特殊兵器 以锋利与银人著称 平时是农具 战时是武器 崔老爷子行走江湖七十余载 一生为人谨慎低调 在他看来 刀剑中都藏着凶险 越是锋利 习练者就越要收敛 能收放自如 是练武人最重要的德行 人练武为了上 不是为了 门前门后三句话不投机 当我打他集权的时候 他得爱 这不对 练武人无对彼此的权 一生很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